在11号的中午 由圆明处联合所办理的建合部落聚会所 启用典礼祭感恩餐会 邀请到了县长黄建廷 议长饶庆林 市长张国舟 圆明处处长吴慧琴 行政院圆明会委员江志坚 及诸位议员 嘉宾们一同丽临参加 县长也在部落头目祭长老们 迎唱传统歌谣下感念进行 台首好不好 媒体的好朋友 还有我们承办这个业务 我们台中县政府 圆明处的我们的会行处长 还有我们圆明处的同仁 各位媒体的朋友 可是我们的建筑师 也很用心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族人这边做很多的沟通 空间怎么样规划 景观怎么样布置 等等的 都有取得部落的这边的协调 我想刚才肉的臣服 我们的陈代表 还有我们的里长 也都参与在这个当中 都非常感谢 那么我想今天 我们终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聚会所来完成 而且来得及在我们今年的年纪之前 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空间 当然我必须承认 原本我们希望从圆明会拿到的是800万的经费 但是最后 最后合给我们的是600万 所以我们有减了一些项目 减了一些项目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先开始 那接着下来 我们再来追加一个第二期的 那我今天很高兴 我们头目带着我们所有的主人 一起来庆祝这样的一个落成 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我们属于我们大家共同的喜悦 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再一次跟我们所有的主人长辈们问候 希望未来我们都可以有更多在这里 更欢乐的时光 也祝大家平安喜乐 谢谢 谢谢现场 聚会所先前在105年度7月完工 但适逢天灾不断 导致恭喜持续延后 而在宪府全力的协助之下 终于在今年悲难年纪 以及圣诞节前完工 主人们除了感念之外 为了仪表感谢 特别在餐会中正与县长屯龄 祭使希望能够与主人们一样 一起来受到主灵们的庇佑以及叮咛 东台新闻温格 北南乡采访报导